第五十三回 那裡夏蓮湘第一劍沒有刺中黃龍赫 在荒芒之中 黃龍赫擋得幾招 由於分到分神 黃龍赫又中到夏蓮湘一劍 剛才那一劍當然是穿過衣襟 只這一劍刺中他胸口 幸好他真是向後一往 使了鐵板橋的功夫化解開來 但雖然是這樣而已 胸口又被劍鋒滑鼠鮮血直流 染到整件衣服都紅了 夏蓮湘柳眉倒樹 奉眼元登他好生氣地說 你個無恥賊人你說 今日你惡冠滿年 還想敵佬啊 話音都沒落 跟手一招百窮冠日劍光急吐 直至黃龍赫的喉咙 眼看著黃龍赫就要喪命於夏蓮湘的劍下 在這個千鈞一發之際 一把長劍突然將夏蓮湘的劍隔住 夏蓮湘擔高的頭向前一望啊 見原來是黃燕宇 只見黃燕宇仇所傷眉 眼淚水都混了 一名金王又帶著幾分狠求的神色 夏蓮湘就不忍心傷距 劍勢慢了一晚 那一來黃龍赫就趁著這個機會荒忘逃走 這頭我們再說回那個黃白通 他認得那個風吞衣 黃燕宇仇大聲說 喂老大 喂 我和你一向來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你為什麼來這裡搞搞真啊 廢月卡卡聲笑著說 哈哈哈哈哈哈 黃白通你現在都知道害怕了嗎 沒錯 你做了六能盟主這麼多年 魯克伊我從來都沒找過你什麼麻煩的 但是你如今和安陸申興兵作亂屠獨森林 魯克伊我就不能不管了 不過說你知道冤有頭就債有主的 魯克伊今天是要來插手 但是你不用擔心 今天我不會來殺你 殺你這領有其人 哈哈哈哈 魯克伊口中講話 這手底功夫毫不放鬆 此見魯克伊一個照面 就將黃白通兩個得力的頭目 插了起來 他笑著說 哈哈哈哈 我不殺老賊 要殺兩個賊來解恨 那兩個頭目被他抓住了琵琶骨 真是痛到哭了 就像劏豬那聲 腳的聲響那麼叫 豈然將那兩個人 撐起來旋風也沒有 他大聲說 哈哈哈哈 夫者念你們只是重返 好了 就會搖了你們 兩臂一身 將那兩個大頭目 扔到出門外 那兩個人的琵琶骨被他捏碎了 那一手的功夫 你便使得一招撥魂見日 相掌承環 來扣豆善良的手腕 怎知豆善良將計就計 假攻屠龍 賣到個破產 好等屠龍賣近他身前 猛然反攻一搏 柱碎的手指 剛剛好捉到他的功宴 他的眾志即時即斷 哎呀 十指痛歸心 痛到狂夫猛退了 這陣黃龍賢已經逃得無影無蹤 豆善良眼光一睜 就發現了黃燕宇 既許都殺天之首 真是無形火起三千仗 即刻向他奔過來 夏蓮湘連望招致說 段嬸嬸啊 這個小女察就交給我了 黃白通大聲說 好過我婆娘 誰給我將她捉了 重重有上 豆善良奄 你不來找我 我都要來找你算帳啊 他心想 殺我哥的雖然是他的女兒 但是罪魁禍首 還是你這條這樣的老賊啊 同時又見夏蓮湘 已經跟黃燕宇交緊風了 就轉移了目標 就向黃白通那邊殺過去了 夏蓮湘感激黃燕宇 鄭若之恩 有心相互 見豆善良已經轉了方向 就向黃白通那邊走去 就作勢假攻 賣近他的身前 細細聲慢 黃姑娘啊 你快點扯吧 黃白通手下見 豆善良來勢兇猛 就早拼命上前 全力抵蕩了 豆善良攻打刀柄 銳不可擋 斬眼之間已經連傷五個頭目 就要殺到黃白通的近前 黃燕宇忽然去訪一招抽身就退 夏蓮湘就以為他已經聽從勸告 沒想到飛身略起飛劍向豆善良殺過去 夏蓮湘一看就了就眉頭的心想 這樣做我就不能夠因為你一個人就放過了這個黃家老賊 只見他竹尖一點 剪開順猛的身份 有如流星趕熱搶先一步 攔住了黃燕宇 黃燕宇咬了咬牙就說了 夏姑娘 你這樣就逼得我沒辦法了 青岗劍陽空一閃 豆善都拆到劍花 連攻夏蓮湘七八月到 要知道他為了父女之前又怎麼忍心見自己的老爸 被豆善良所殺呢 所以只得使出凌厲無前的劍花 不過他的用意呢 就是逼夏蓮湘陽海 雖然是劍招厲害而已 但是很有分寸 每一招都沒曾用實 怎料夏蓮湘就抱着這樣的想法 兩劍相交 但聽到一片叮叮噹噹的聲響 眨眼之間 已經碰撞到七下 兩個人使用的都是上乘的劍花 本令不分上下 夏蓮湘的耐力就厲害點 多瓦斯展猶身前鬥的劍花 就是不肯放黃燕宇過去 這樣來 黃燕宇也就沒收了 好了 這頭我們再說那個瓮噹噹噹噹噹 他打到勝利大笑著說 哈哈哈哈 我再調幾個賊仔玩一下 認真猶人喔 他真是出了名的瘋噹噹噹噹啊 吹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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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韦如这就刚刚踏到第七个头目,忽然间,就听到一声响,见一条好像碗头那么粗的蟹杖,向他刀的头刀撥下来,韦如就笑着说,哈哈哈哈,好一条蟹杖,整只万牛这样,伸手一插,竟然凭着一双兇手,就将蟹杖插实了, 那个凶僧,出来的蟹杖,蟹杖也蟹不动,不禁大血一惊,韦如就说,哈哈哈哈,好啊,你都说有几分款式,你快点给我脱手啦,只见这个天黑夜使出了隔密全宫的内家真理,那个反正感到一股大力,绝不住心口里,果然应声松手了, 猛然间,向外向往往往往往往,等几步,为了夺的蟹杖在手上有一点净净了,他笑着说,哈哈哈哈,都不轻啊,只是这件事是好看不好用的而已,做打狗派那些嫌个乱晋啊,笑声一收,就将那条蟹杖在地上一插唷的时候, 哇 那条蜡蜢足足插入地下里头 什么都行 这个就真是港湖这么说了 那个翻增还退了几步 幸好没跌倒 不禁大惊失色 他想 哇 中原的武林人物这么厉害 这条黑子公的本领 比刚才那个蓝蓝更厉害 委屈了 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三十六脚走为上脚 他逼开众人断门而走 连夜赶回去泛洋 这头再说斗善良 正要杀到黄白通的身前 忽然间 传来号角声响 脚步先 呼喝先 闹成一片好像倒舍罗蟹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原来龙明谷要办起事 连夜就来了不少的陆林人物 从龙明谷属下各道的寨主 黄龙夏刚才扔到出去 就响起了警号了 招集这些人前来帮助他战斗 同时黄建宇的训练有数 那样的挠勾手也赶到来 这些陆林人物虽然武功不是很聪明 但是比起黄白通手下的一些小头目 就聪明了很多 这帮帮手一到 又只将斗善良包围起来 那对闹勾手就更加厉害了 十几把长勾忽身忽缩 神出鬼没转勾对方的伤脚 唯一看他皱都皱眉头就说 嗯? 黄鲁尔不喜欢跟这些婆娘打架啊 跟手扎起两个小头目 当作盾牌来洗啦 撩勾手一时就没了他收 不敢勾他 段归将自己的妻子又哭得同位 蛮人压声大喀 只将他手中保剑一圈一挡 跟他正对面对敌脚 是日月轮屠龙 她的日月轮本来是克制刀剑的 但是又怎么顶得顶段归宗 这么精妙狠压的剑法呢? 段归宗一向日月轮当中插入去 一飘一搞 嘩夏 嗨嗨 那些轮子全部斷了 屠龙心驚担跳 急往欺理而逃 那对捞勾手 扇形地散开 十几把长勾都向着 段归将勾过来 谁知段归將洗的那把 是宜剑你削铁 scare i you snatch fais 拳钢 剑弓阀展开 响声得过 十几把捞勾断了 整半有多 段龟将他大声言 我保健不杀女流之辈 你们忧得 坐舟为约 夫妻两人再次会合 不用几多又杀开一条血路 黄伯通呢 就丧气到什么 想不到 铁桶这么密的龙面谷 竟然被几个人骂到反转了 正想说逃走 但是我约自己是 鹿林盟主的身份 如果现在跌脑的话 将来哪有面目来统领暴客 黄伯通正在酬脆之势 忽然间 听闻忠声四起 震以欲拢 龙面谷报房很严密 周围的险地 都设有寥望沙屋 而且还安有警钟 一发现敌人终跡的话 就担命中告警了 现在忠声四起 即是说敌人不止一路了 又是从四面八方 闯入龙面谷了 黄伯通这一惊 就非同小可力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小头目 手执红旗 等等才走进来 敌人不止一路了 说敌人已经杀过了龙眼光了 龙眼光就是龙面谷深复之地 来这里不过是几里路程的 黄伯通一听心里头暗自吃惊 但是他故作真正地问 何方人马有几多人啊 寨主 哎呀 黑妈妈我都不知道 真是来历不明 事周围都是这样 都不知道来到几多啊 寨主 哼 龙面谷里里外外 有十八重的防卫 敌人又怎会 一下子就杀到你龙面谷呢 实是敌人派了几个夜行人 前来捣乱 你在那儿去张先誓 遭遥或终 难道你是敌方的奸使 忽然拔出那么多手起刀落 十声就杀死了那个报信的头目 接着他大声话 大家不用怕 我们都走出外边 和大队会合之后再消灭的呀 说完 他自己行先 其他的党羽都纷纷夺门而出 黄伯通的心腹手下 还是拼死来挡住段归张夫妇 不让他追上黄伯通 夏凌伤也紧紧前置黄燕宇 双方一边打就一边走 在混战之中忽然见有两个人 等等声飞跑过来 其中一个大声话 凌伤 凌伤啊 我是祭雲啊 你的这两个人并非别人 只是南祭雲和铁摩勒 是啊各位 他们又怎么会这么巧赶到来这里的呢 原来韩站熟悉龙面谷的地人 知道有一条秘密通道 是黄伯通都不知道的 他们分兵两路 一路从正面进攻 一面就从秘道进兵 兜过各处险要的地方 然后再分成很多小谷从背后偷袭 呂应外合从四面八方杀离 南帖两人率领一股 都是有轻功跟底的金鸡领头目来的 他们从秘密通道插进来 好快就到到龙面谷心腹之地了 南祭雲急不及待 先同铁摩勒讲道理 刚刚好就遇到这场混战 夏年商一看 好宽起他就说 你来了 眨眼之间 在夏年商的眼中 就只有南祭雲一个人 连黄燕宇他都不理了 南祭雲就说 不单止是我 这么继续的好汉 全部都离齐了 一箱情雷 劫后重逢 当真有余格西 夏年商禁不住 泪流满面 黄燕宇早就趁这个机会松人 夏年商猛烟惊醒说 糟了 祭雲 段大俠他们都来了 你快点去帮他们手 再说段龟张展开了乱披风的剑法 剑光碰开 化成几十八剑影 将近身的敌人 全部裹着他就说 先母一 不要让那个老责跑掉 豆仙良抽身冲出 转转望见黄白冬在前头奔跑 正是他将弹弓一弃 即使用连珠弹向黄白冬打过去 忽然听到叮叮响响 豆仙良的连珠弹 还没射到黄白冬的身前 突然间 不知道哪里来的暗气 将豆仙良的连珠弹 全部打落 豆仙良吓得一跳 想不到这条老责的手下 还有这样的能人 豆仙良是个暗气的大行家 正作为听声便利 就知道使用这条暗气的人 功力也认真有这么吓 可惜就在黑夜之中 而且又是混乱 豆仙良就看不清楚 是哪个发的暗气 都没想完 黄白冬身边的卫士 就已经分出一部分人 来拦截他了 豆仙良就说 摩勒啊 快点来 老责在这边啊 铁魔略正想看二父报仇 一发现到他的中心 马上混剑如风赶杀过来 他够起够力 剑法又好精妙 黄白冬的卫士 又哪里是铁魔略的手脚呢 不用一会儿 已经被他追上去了 那各位欲知黄白冬的性命如何 就此天下回分解